Hello 大家好 我是Adan 我是PongDaddy 欢迎来到我们第三集的 谈心和谈金 在我们开始之前 首先 想介绍一下 Daddy的本新书 Daddy很辛苦写了这本新书 是啊 趁着疫情的时候 我都先用时间写了这本书 主要讲新经济的投资 和旧经济的分别 大家如果要投资的时候 或者要做生意呢 都要留意一下 现在各大书局都开始有售 希望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这里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尽量解答 因为Daddy每一次都会有 看好你的留言 那认着Daddy这个样子 就是这本 和现在很不同 现在是casual的 很少看到Daddycasual的 在我们再开始之前 我都想包括多一件事 在我们的片段里面 之前有些人留言 想学一下 business term 投资的术语 或者投资的名词 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可以每一集 一开头 让Daddy可以教一个term 今天这个term是什么 大家如果投资的时候 一间公司就有个叫市值的 就是价值 价值呢我们简单叫做 enterprise value 当然未上市也都有的 而且上市就容易计些了 上市就是它股票那天 它有多少股票 配了出来 它可以投资 市值起大 整个股票数目和股价 那就看到呢 今天的市值 但是这个呢 就会变化 因为为什么呢 每天它股价又升又跌的嘛 所以它的市值呢 都是不断变的 所以就是enterprise value 那会不会shorten 那些人说EV 那样的 是EV就是shorten的了 当然市值 大家都越大就越好 那理论上 就一直由小变大 那大呢 就开始有机会 就入蓝筹股 就是有小的小型公司 中型公司 这个呢 就是看EV 那所以EV越大 那股价也越来越好 那大家都学了 我都学了一个新的Term 那我们今天呢 想和Daddy谈一下 我们存了本钱之后呢 因为上习来说 关于存本钱的 那现在我们就想 将这些钱投资了 其实现在在市面上 有哪一种投资呢 还有有什么好处 还有不好处呢 那这件事就 靠Daddy今集呢 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啊 投资呢 有很多种的 大家都知道 那我用我风险 很稳固的 到处进取的了 最稳固的投资呢 首先呢 投资在自己那里 知识和各方面 投资在自己那里 人家拿你不走 反而股票呢 你真的要买了 袋了袋 才是你的钱来的 钱都可以被人偷走 是的 钱都可以被人偷走 但是知识是很难被人偷走 我举例就是 我入儿和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英资的公司 当时呢 就写个报告 如果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大学是没有教的 所以我们出来做事的时候呢 就是晚上读航空U 两年的 Business Ingrid 我们就在那里学英文 学怎样写 那些就是学EV那些 这样的Terms 那时候没 那后来做基金经理的时候 才知道的 第二 出来做事大家都知道的了 溝通很重要 presentation很重要 你要学怎样 present你自己的idea 比如说你就算在公司里面 你要sell同事 用你的idea 或者同意你的方法呢 你都要懂怎样去sell 说服力 所以这个呢 那时候呢 叫Dell Carnegie 卡内基 中文就是美国过来的 教我们 用三分钟 就要讲了自己的东西很简短 还有conclusion 让人记得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三分钟 要令到人来哭的 说一些incident 这个是挺好的 因为读了之后呢 我们又做了助教 不准业的人 自己又组织的会 一路锻炼 做事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需要了什么 什么不够 或者什么呢 你学了之后会升职 收入会多些 其实这个是最好的投资来的 好了那第二样呢 有些人未投资之前呢 就买保险的 那为什么买保险呢 万一出事的时候 就可以帮到家 或者帮到自己 这个怎样是一个投资呢 因为你买了之后呢 有什么事的时候 那不用你自己再投资些钱出来 最重要就是三十几岁 如果你有家庭 有孩子 家里呢 就靠你的收入 万一你做着的时候 没有财 做不到工作的时候呢 你怎么继续保持那个 你叫做生活水准 读书不会没得到 那你就要买个保险 当你责任大的 是的 还有收入最主要是来 最重要 那我自己来说 因为这间公司是我自己呢 最重要的十几年 我是买了一个keyman insurance 公司都需要我的 所以我买了几大额的 用美金的 买了美国的keyman insurance 因为那时候要供我读书啦 是的 还有在供楼啦 其他方面呢 还有生意啦 最后要买保险的呢 就是现在退休 那些人叫annuity 就是一层楼 买了给政府 对一个没有孩子 没有其他东西的时候 是很好的 我现在这样每个月 有钱给我 当给租我 直到我过了生 所以对一些单身 或者没有子女 那些是好的 还有medical insurance 到年纪大的时候 可以医病 我觉得这几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保险 也有些说投资相连的保险 不过呢 这个费用是通常比较高 但是呢 它就会有个好处 就是逼你二十年三十年去存钱 但是如果你有MPF呢 那你可以放多些 在MPF也可以 自动工作 所以风险就不大 还有资金也不需要很多 对吧 就视乎你买个额多大 住勤楼 如果大一点的 或者你子女多一点的 你又要去外国读书的 那你卖越大一点 所以你每个月的供款也都大一点 回报就是 有时候你 令到你呢 没有存到这个钱 突然间你出事 你就有这笔钱在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 好的backup plan 是的 风险管理是很重要的 接着 风险大一点的呢 会是什么 都是不大的了 叫存款 放些钱在银行 通常我们叫做 大家驾车呢 就知道这个英文是好叫的 就叫parking 因为为什么第一个息股很低 所以我又泊在那儿 我投资完股票 赚了钱 或者我做了其他东西 短期放在那儿 但是这个息呢 不是很高的 现在息低这个通胀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高一点的息 第一你是年期长一点 年期长一点 通常现在都是一两厘而已 第二就是 现在的我们叫 虚拟银行 对了 虚拟银行 为了争生意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亏钱的 我最近看到几间都亏了 亿几两亿 那因为他们刚刚开 当没有客户基础 那他要抢这些客户呢 所以他要给高一点的息 可能给到三厘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短期高一点的息 可以想这些事情 有个不好处 这些虚拟银行 尤其是新城 就不像其他银行 有很多投资服务 比如买债券未必得 买保险未必得 买基金未必得 方便黄金 就是parking 是的 这个就是风险很小的 因为香港的银行很健全 那所以呢 基本上就很小 不过呢 发表达和通胀就长期蚕食 嗯 好 第四样 如果大家觉得那些息是低 那就买高一点的息 高一点的息呢 就是我们叫债券 一般的债券呢 就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成交透明度不是很高 所以买卖差价比较大 而且通常一般的债券 是要20万美元左右的 所以政府需要一些iBond iBond就跟通胀 所以未来呢 我们觉得 如果美国扔这么多钱 大家就知道很多刺激 是吧 利息又那么低 变成了呢 就令到那个通胀会高 嗯 通胀高的时候 你买iBond 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觉得你现在的债券呢 那些息都是低的 债券变成了 现在的回复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不是很适宜买债券 除了买 那些政府那些 是的 iBond 跟着呢就是股票 大家都最想听到就是股票了 股票的投资呢 相对风险比较大一点 反映公司的盈利 以及受经济的影响 大家都看到了 尤其是新经济 新经济呢 有些是未有盈利的公司 好像我本书的说 有些未有盈利 但是前景很好 所以都会升 譬如Tesla的股票 未有盈利之前 曾经很波动 因为没有盈利 到现在有盈利呢 现在的波动 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但是有些旧经济的股票 譬如说 银行 地产 电讯公司 你要知道跌了那么多 它就有机会升 它又会有牌息 也都是吸引很多投资者 现在觉得 咦?正说那样东西 存款的息又低 经济好又好 股价又上 赚息 希望又赚价 大家知道呢 股票和债券 都是有机会收息的 股票来说呢 息和股票的价格 两样东西一起升都可以的 因为你做得好 股价要升 但是这个息也会增加 增加牌息 但是债券来说 息升呢 债券价格下跌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变成你很难呢 财息兼收 但是呢 就是财息兼收 财息兼收就是说 又赚升值 又赚个息 哦 ok 一两个一起 是的 债券就不行的 因为债券的价格 随着息是一路上升的时候 就会跌的 但是你息多呢 如果是债券基金就好些了 不过你买了那些债券 就变不了了 那就价格下跌了 那就做不到财息兼收了 嗯 爹地之前就跟我说的 买股票最重要呢 其实是买一个公司的未来 是的 就算它现在很好 其实就是之前 过了去的时 过了去的时 在股票里反映了 是的 所以其实就算现在有多好 都没用它以后 是怎样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就好像一个学生成绩很好 是不是一定考到大学 或者是最好的大学 未必一定 所以呢你就要去判断了 看清楚它 看清楚它 看清楚它大环境了 人财整个团队是不是在 生意占有率是不是多了 利润是不是高了 因为如果利润一路跌呢 就是说竞争大 那你就很危险了 还有新产品多不多 又买到你又有新的产品 又买得很好 变了风险也比较小 遲些股票的时候 就会说多些了 所以其实股票好处呢 就是它的资本不需要很大 一万元左右 甚至少一点 可能八千元 已经可以买到 美国可以买一股了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风险来说 depends on你买些什么 比较困难的东西 就是你都要自己做好功课 还有你都可能要盯着每天的市场 是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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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就是靠你自己的眼光和自己做了功课 入市的时候要注意的 入市的时候要看它的发展 比如有些是一季才有业绩的 或者是半年的 那你就看它的业绩 理不理想 这些我们可以迟一点 再深入一点 刚才爸爸就说了货币 是 因为债券和股票 都可以投资全世界 全世界就有货币的风险 或者赚货币那里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你买些什么货币 比如说你买美元不好些 我们有货币是活率的变化不大 比如人民币 去年人民币的债券 其实升了3-4% 它的息是算高的 但是呢 它的人民币升了6% 那差不多10% 很多 对于香港人来说 所以这个是不错的 第二呢 如果你买外国来说 譬如你买澳洲、加拿大 未来可能会不错的 因为为什么呢 经济会好 那些资源会上很多 加拿大、澳洲很多资源 那它的经济会好 所以加拿大都在说 就是未来明年呢 央行都会说 明年就会加息的了 加息对什么好呢 对货币好 对不对 因为这些货币 加息的时候 算了它就会多些食修 那货币都涨了 所以在货币来说 在每个国家货币 加息一般来说 货币有机会涨 尤其是如果经济好 但是有些加息 就是经济差 货币就跌得太厉害了 为了不要跌得那么残 加息吸引人 保住它而已 但是如果买货币 有没有说要一定的资本 那应该没有 没有的 没有的 有很多都是银行的 那些都是很少的 风险就不是很大的 货币来说 如果你不是借 我们叫margin 你有多少钱赚 尤其多 风险很小 那好处不好处呢 不好处 是不是就要转来转去 是的 有汇率的损失 但是如果你转得对 也挺好 比如说早前的时候 澳元涨得很多 对美元来说 那你就赚了这方面 那赚了 那赚了息 因为息可能都比美元好 那你就赚了两样东西 所以如果你投资股票 和投资债券的时候 都要把这东西考虑 但是你可以单一 只是做外汇 嗯 接着就去到基金了 是的 基金就有基金经理 其实基金很简单 就是很多小投资者 加在一起 我们叫集役性投资 然后又找一个 专业人士去管理 就是基金经理 我爸爸就是基金经理 把钱放在哪里呢 放在信托银行 所以投资者 你投资基金的时候 就不会有 当然要认可的基金 或者有好的信托银行的基金 就变成了 你就不会 有一个保护 保护 就不会被人拿了钱走 有一个保障 另外一个风险 就是说你投资做得好不好 赚不赚钱 那就是投资的风险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 如果你想投资基金 或者有个基金经理的话 通常的资金都会比较大的 因为 你现在请一个专业的人士 来帮你管理自己的钱 这个我觉得也是适合 可能有些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 如果天天对着股票 其实有时候 心理平衡都要很厉害的 因为有时候 看着他们这样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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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很想买 因为有些害怕 会不断跌跌 但是有些人就可以 受得到 这个心理不平衡 但是有些人 就可能会搞到睡不着觉 那就可能就需要 把钱放在 好像我爸爸 那样的基金经理 已经有很多这些经验 也都有一个好一些的 的策略 对 好的策略 其实基金那里最主要 就是帮一些投资者 帮你投资 可以投资全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基金 大家知道 香港认我那些基金 你想得到 想去那个地方都有 嗯 什么行业都有 所以呢 你可以投资 那人马呢 都不算小 但是相对来说 一个基金通常呢 它持有三十至五十只股票 最少 当然有些特别会少些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么多 变成分散 那就会很好 譬如说 买到那个市场上 那个市场上升 照你的基金经理呢 就会升的 第三 基金经理就和你转换了 如果你是没有时间 好像你说 那他就帮你转换了 其实是一个投资组合 你转换 基金就不会和你转 比如MPF 就最多基金了 但是MPF的产品 相对来说 就少一点 香港议可基金 差不多2000尺 MPF也是比较少 所以选择就比较少一点 而且MPF通常都是比较稳定 对 稳定一点 因为它中长线 为退休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稳定 好 最后一样的 刚才就是卖楼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 成本最大的 但是回报 在香港 尤其是 都可以挺大的 是啊 现在买楼 好像1000万的楼 才是给三成 对 也要存300万 对 1000万的楼 你也要存300万 而且你要供 如果买得起 应该买的 你当自己被租 年轻的时候 你和爸爸买得住 最省钱的 那个时候就不像有工人用 对 最好就是自己住在家里 然后你买的楼 就是租出去的 这样就最好了 对 你又可以这样做 省得最多钱 你变成了存了的钱 你就可以来供 供了之后你又租金收 当然你要付税 但是变成了多了收入 所以现在很多人买楼 年轻人就是这样做 那时候 爸爸你有说过 你买这么多楼 其实一个好处就是 逼自己存钱 就好像我现在这家 我都是自己供的 每个月 那就算有时候可能没钱 怎样都要 吐那些钱出来 供出来 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来逼自己存钱 因为 逼自己存钱 就是自己努力做事 如果你没有楼 你可能没有这个动力 那我记得最后 刚才我说最后 但是我记得 之前你也说过 另外一样好的投资 给年轻人 是创业的 是 其实这个我都很curious 为什么你会说 创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其实我本书都有讲的 不过我在这里透露一点 说一点 因为现在就是新经济 年轻人知道的未来是怎样 第二就是 互联网的世界 如果你做得好 很多时候 就已经可以很多人知道 接触面广 有时候就不确实是怎样 成本就轻了 现在大学 又帮助年轻人 支持他 又有mentor 那些学长就帮他 给计划 政府又支持 跟着上市 又不需要有盈利 就可以做 我们那时候 创业呢 要自己存到钱 经验 加上可能三十多岁 现在你二十多岁 就已经可以做了 爹地现在是 他们叫做创业大奖 创业创业大奖 是的 创业创业大奖 他就是 都是选择这些年轻人创业 然后就会给他一些意见 mentor 很多这些东西 而且 吉利也有说过 政府也有很多资助 在这一方面 有资助 有比赛 有奖金 有些人帮你 还有政府也有个 我们叫PE Fund 就是创业刀 就是投资到你 大家都听到 A轮 B轮 C轮 就是有种子 年轻baby的公司 叫做种子基金 就是天使基金 接着就是有A轮 A轮 就是开始小一点的尺寸 B轮就大一点 C轮 接着可能就越来越上市 最大是什么 接着就上市 最大是什么 有些是不想上市 有ABC D E都有的 希望公司大一点 做得好一点 或者赚钱 然后才上市 所以各样都有不同的需求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把握这些机会 政府的制度和各方面都配合 虽然我们现在 全世界包括香港 经历了一个疫境 通常很多东西 在疫境的时候 你的时间多一点 你又去不了旅行 其他东西 那你坐在那里 看书 好像我写一本书 那你们可能有看的东西 多了 之后就去想想 想想就会有些东西 创新出来 那你就可能有机会 创业 又比以前的风险小了 甚至你可以保存这些公司 因为为什么呢 有同股不同缺 一股呢 现在上市那些 等于20倍的 这间公司是由你决定 由你控制 所以成功的机会 是大了很多的 很多人呢 就像以前那样 做了成功 投资者大了 但是呢 变成了 你还小分 你变成了没有了个动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嗯 好啦 那今天我们就 跟Belly分析了 那么多不同的投资工具 希望今次这个video 可以帮到大家 因应自己的环境 然后判断 用哪种投资工具 是最适合自己的 是啦 好啦 那我们下一次呢 就可能再 jump in 可能深入点的股票 那里投资啦 是啦 那将股票 可能分类啦 怎样看股票啊 和那些术语啊 其他各方面呢 让大家开始慢慢明白 好啦 那今天的video 就是到此为止啦 多谢Belly又上来 和我们分享你的知识 好啦 拜拜 下个星期再见